丢火!丢火! 从弹道飞弹到军机军舰接连逼近台湾 共军对台主力东部战区最新声明 这些行动将会常态化 战区部队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 持续开战练兵备战 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循 大陆对台施压不止实弹军演 现在还掀起外交战 大陆驻澳洲大使萧谦 在记者会上对澳洲政府开呛 警告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不要错误解读一中政策 针对中国驻发大使日前宣称 统一后将再教育台湾人 萧谦也提出类似说法 他表示一旦统一 会有一段过程让台湾人对中国有正确了解 萧谦同时表示 大陆一直很有耐心等着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台海形式牵动国际角力 路透报道英国外交大臣 10号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 要求他解释 北京近来针对台湾展开一连串军演的挑衅行动 并发表声明表示 英国希望大陆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不是威胁或使用武力 TVBS新闻章志明 李敏珍 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